五十年前中美两国打破尖兵 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航程 半个世纪过去了 两个关系虽然时有磕磕胖胖 但是一直是向前发展 我们还是希望双方按照两个元首 在去年年底视频会晤时达成的共识 要相互尊重 和平共出 合作共赢 以理性和见识性的方式 妥善的管控分歧 尊重彼此的核心力和重大关切 还是要多对话多沟通 既然双方互相打开了大门 就不应在关上 更不能脱钩 中美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 当前不少全球性的挑战 都需要中美两国开展合作 共同应对 中美合作 应该说 对两国对世界都有意义 当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 历史文化发展阶段 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有分歧是难免的 但我们认为 合作应当是主流 因为世界和平于发展 依赖于合作 即使我们在经贸领域里面 有市场性的竞争 那也应该是良性公平的竞争 去年两国贸易额超过了 7500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了三成 这说明什么 中美合作领域是广阔的 是有巨大潜力的 如果美国放宽 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双边贸易额还会更大 两国和两国人民 都会从中受益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则宽处型 磨长久力 谢谢